1900年 关华墨高窟第十六号窟涌到北壁后侧 面积仅其挺高密的藏经洞里 六万多件记载着中国文明的古老文书 曾在这里惊陷于世 游戏科技让尘封千年的文化世界随之打开 这是全球首次在数字世界里利用数字扫描和三维重建 一第一毫米级高清还原敦煌藏经洞 把精度放大到毫米级 砖石连接处最细微的颗粒尘埃都被一一保留 全局动态光照功能将历经千年时光淬炼的涌到 佛像 壁画 主一照亮 六万多件敦煌遗书在数字世界里生成 堆叠 盛况复现 我们还可以走进3D文物展陈大厅 一览二十一件珍贵文物高清3D模型 曾被一分为三的国家宝藏 首次被4K高清建模渲染再现于世 接下来你将跟随这千年前的经文囚章 化身为数字藏经洞守护人 对话真实的历史人物 亲身参与藏经洞 从洞窟开走 风藏万卷 文物流散到再次举手的全历程 你还会遇到一座名为三届寺的建筑 现实的它已再无痕迹 在这里它与北宗前隔二年的面貌 被首次还原 数字三届寺细致参讨了史料 漫步于此你甚至还能听到 买自墨高窟九层塔的风鲁铃声 明沙山的风声 与谷 提塔 碧莉等谷乐器的巧妙融合 当时传千年的谷乐再次奏响 你走满藏经洞的一青年 而在云游戏技术加持下 你与敦煌之间只有一个至今的距离 从此传习在数字世界里的敦煌文化 将全球共享永续不息